我儿子 喂 儿子 喂 妈 儿子 你给妈打电话 是不是小妈了呀 是啊 妈 不过妈 我刚刚给你打了一笔钱 有两万块钱了 你查收一下 行行 儿子 妈知道了 妈 陈柔柔 在家坐月子 你要好好照顾她 儿子 你放心吧 我呀 把柔柔照顾得好好的 现在又白又胖的 你呀就放心吧 行 妈 这样我就放心了 那没什么事 我就挂了啊 行行 看着我儿子笑水 妈 你出来干什么呀 妈 我刚刚在里屋 听到阿斗给你打电话了呀 我说柔柔 你这耳朵 你这耳朵怎么那么灵啊 妈 这我也是无意听到的 妈 那阿斗 她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呀 我说柔柔 你现在 还坐着月子呢 让阿斗回来干什么呀 是的 刚才是阿斗给我打电话了 阿斗说呀 给我打钱了 让我呀 好好地伺候你 你说 你给我生了个赔钱货 我怎么伺候你呀 妈 这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这再怎么说 这也是你家的孙女不是 她是我家的孙女 柔柔 我告诉你 我要她不是孙女 我要她是个大孙子 你说你天天在家里 什么活都不干 还让我伺候你 我看啊 你呀 出去找个工作干干嘛 别在家 闲着了 妈 这你知道我在这 坐月子呢 你怎么能这样 为难我呢 再说了 这人家都说了 产妇 不能见风的 我说柔柔 你这坐个月子 有那么娇贵吗 我也是女人 我也坐个月子 我有阿斗的时候啊 我什么活都 我这不也过来了吗 你呢 你就是在家吃喝 你做什么了 你呀 去出去 摘瓶子去 你在家闲着了 出去 妈 妈什么妈呀 我说的话 你没听到吗 是不是想让我动手啊 赶快走 不动是吗 妈 妈 走 快点 你 这样 怨不得我 是你的肚子不争气 不过我生个大孙子 不过我生个大孙子 宝宝 是不是妈妈对不起你 你 妈妈太不争气了 你要怪你狠心的奶奶 是她把我们撵出来 这都好长时间没有回来了 这都好长时间没有回来了 这呀终于放假了 也不知道肉肉跟我妈在家过得怎么样 回去看看他们去 肉肉 肉肉 阿董 这这是怎么回事呀 你怎么在捡瓶子呀 阿董 咱妈咱妈她说我在家 只会吃喝 她想让我出来挣钱 什么 这这我每个月打的都给她有钱呀 她怎么这样对你呀 这真的呀太过分了 走肉肉 咱们呀回家找她算账去 走 我儿子 给我打钱了 还说让我好好伺候她媳妇 谁让她媳妇不争气 给我生个孙女呢 不给我生个大孙子 我要伺候她呢 今天进城了 你看我买了个手笋 多漂亮呀 多好呀 就是好 来 来 来 儿子 你回来了 走 走 妈 这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让肉肉出去捡瓶子呀 儿子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我让肉肉出去捡瓶子 怎么了 该怎么了 妈 这肉肉做月子呢 再说了我每个月给你打的有钱啊 你都花哪去了呀 花哪去了 儿子 你看 今天 我自己成了 我自己成了 我买了个手笋 你看多漂亮 妈 这你花这儿了 这是 这手笋重要 还是你孙女重要呀 儿子 我买个手笋怎么了 谁让他不过生个大孙子呢 儿子 你不知道吗 我呀 最讨厌女孩了 谁让他肉肉的肚子不争气呢 妈 这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妈 我看你啊 就是在我大老家过的菜说他了嘛 妈 我看实在不行啊 你回我大老家吧 以后别在这儿住了 儿子 你大嫂 他家 现在盖房子呢 你让我去 不是让我干活吗 我不去 我呀 就在你们家 我不走 你不走 你不走 难道还让你再欺负肉肉吗 妈 今天啊 你说的不算 你呀赶紧给我走 儿子 我不去 我呀 就在你们家 我不走 你不去 这可不是你说的算了 你呀 上我大老家 好好反应反应嘛 你说这话 你是不是我亲人子啊 赶紧走吧 我不去 我不去 阿朵 快走 我不去 阿朵 这 叔 咱这样就把他妈干走 这是不合适吧 肉肉 这样没什么不合适的 就让咱妈呀 上我大嫂家 好好反应反应 这过两天啊 再把她接回来 这 那行吧 阿朵 肉肉 这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 让你受委屈了 你放心 这一话没人能欺负你了 阿朵 只要你回来的就好啊 肉肉 让我要抱抱咱闺女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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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